《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又是向左忙的節目時間 節目未開始之前 先多謝兩位幫我導入手語的嘉賓 Bony和阿站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向左忙的節目 其實這個節目其中一個經常講的部分 就是內地和香港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自從廖輝離任之後 黃光雅成為這個廣告辦 話事的人 黃光雅第一次來香港 其實主流媒體一定有很廣泛的報導 又或者你會見到黃光雅和以往 廖輝的做法有點不同 譬如你會見到黃光雅 第一次就現請部分立法會議員 就是五線 但其實中間都沒有一些所謂互動和對談 純粹真的吃飯 當然我知道後來民主黨都遞了一封信給黃光雅 然後又跟青年人交談 又落天水圍等等 這些似乎是很刻意地很展現他 從事外交工作過程裏面 同樣有互動接觸的一個 就是你會不會力也好 或者政治化中也好 但是是不是代表黃光雅成為廣告辦 主任之後其實整個港澳政策 或者整個港澳的權力互動背後是有些變化 還是其實只是一場戲 又派一些妄想給大家 以為有望 結果都是跟以往的做法 完全沒有大分別 所以長毛今天 都會在這裏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黃光雅來香港究竟發生甚麼事 究竟是否真的選人 面試 只是下來看你點後都未選定等等 當然沒有人需要一個廖輝 因為廖輝是一個所謂原婦子弟 出身在非常有權勢有幽厄的 家庭那裏 他爺爺和他父親戴起他不少 所以他憑著這個關係 憑著他父親都曾經在做過統戰部的事 他自己又繼承了做港澳辦 但是他的人是非常官氣十足 亦都可以說是很懂得利用群帶的關係 所以沒有人需要過去的 即是說弄權以至擺官威 以至到對不同意見的打壓 就沒有人需要過去的 所以黃光雅一定好過去的 這個就不用說了 低權未決算低 這是最低的 即是沒有人可以同屌輝 但黃光雅有個問題是 他是否一個過度式的人物 我認為他是一個過度式的人物 即是不會留在港澳辦太久的人 應該找他看著 看到大約是2017之前 就要差不多離任了 到底在共產黨開完大會之後 他會否調任都不知道 你會看到官司有幾個現象 第一個就是中聯辦很不開心 是的 中聯辦的頭是否就很不開心 李剛 李剛就派了去時候他的 但是中聯辦的頭就沒有承認 即是不開心 是不是 彭清華 彭清華亦都是宋平的秘書 即是說不會在香港九樓的人 都是想做京官的 看得很不開心 叫李剛去應查 李剛是公務員他自己說了 李剛是公務員他自己爆出來 那時候我說九品芝麻官的時候 他說自己是公務員 當然他都是不入樓的人 可以說是陪陪親親的人 所以你看到今次是很奇怪 就是中聯辦好像不太喜歡 那整個問題呢 李嘉誠有間酒店沒有人住 住在軍縣 剛才曾經提到中聯辦 似乎對於黃光壓力 高層領導也有些心有戚戚然 不如順便在這裏說一說 如果有些看這個節目的人 都可能未必清楚 究竟在香港的中聯辦 和港澳辦 究竟本身從制度和權力關係 究竟這兩件事是甚麼 可否說一說 中聯辦是潛建物理的 本身因為主權回歸 你沒辦法 不有一個中央政府的代表在這裏 所以港澳辦 就不可以放一個港澳辦在這裏 就放了一個中聯辦 即是在港澳辦底下 就每邊都有一個中聯辦 是吧 但港澳辦是因為廖輝經營了很久 所以變了針灑不進水潑不入的 他的私勢 他當然要侍奉大老闆 其實關鍵是2003年他跌倒了街 跌倒了街之後 搞了中共中央的港澳工作小組 就由此駕空了港澳辦 港澳辦廖輝多了太上網 他下來中聯辦指揮也未必一定可以 你看到當中聯辦的官是彭清華 而不是高智仁這裏摸嘴之後 即是大家的位階差不多 所以就沒有直接叫他不動 即不是一個重屬關係 表面上是 但你動也不動 因為上面有一個人是 遮住了港澳辦 所以他就是向那個工作小組負責 不需要向你負責 所以就很不開心 而且廖輝亦都希望重振升威 但可惜事不如我 雖然他破格過 退休年齡都不退休 現在都退休了 廖輝跟香港的富豪關係相當好 所以在他主政下就是 第一就是用一個所謂鷹派的伎倆 就是將方暴軍情 就說到泛民主派很恐怖 即快要奪權 就加強自己的重要性 就可以不走 第二就是加強傾斜去財團那方面 尤其是當有新的大陸財團下來的時候 廖輝真是有問題 新的大陸財團下來的時候 就不用給廖輝的 他們都是太子黨 只是太子黨是一個人 所以當天錯綜複雜了很多 所以其實廖輝就是推薦曾蔭權的人 所以曾蔭權的靠山就是他 但他現在已經不在 對 沒靠山 所以習近平也是因為替工 胡振英雄不做 想選特首都沒有選 一定要看著特首 所以習近平對香港的管治 一定要透過一個班旨 現在我看上來 可能黃光是這顆棋子 即是說張廖輝拔起後 由習近平去找一個太子黨 他也是太子黨的 所以來看看 剛才我也想問習近平本身 也有機會接中共的高層領導 胡錦濤接班人 當然我不知道他作為接班人後 如果是明年 最簡單對香港政策有甚麼影響 現在的問題不是他接班的問題 他接不接到班 雖然大有可能 但也有反覆 所以其實共產黨的內鬥 會鬥下來香港 如果你要在最後關頭 令到習近平是煽態的 你一定是搞亂香港 因為習近平只有一個職務 就是中央中央港澳小組組長 就是這樣 所以你在香港的鬥法 即是說唐英年是做不到 其實就涉及到習近平的威信 或者現在的特區政府的班子 搞不搞得定 如果搞得很差 特朗普都面目無光 如果在特首競選出現其他情況 更加令習近平非常尷尬 如果有留意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們有提過范太 也有提過CY 如果說英英其實不是台灣的英英 即是梁振英 基本上是習近平人馬 究竟有人會說 會否由中共自己找幾條人出來 自己鬥自己的妄居 但中共的權鬥未解決 即是說在習近平接任之前 在香港出現了一些令習近平很尷尬 就是為了習近平被人看得他是無能的 當然對中共的內鬥來說 習近平是屬於非常不利的地方 因為小小的香港也想想不成功 所以這個暗鬥不是 即是現在共產黨經常說 我們反中聯 其實他們自己的內鬥的時候 先引起了現在香港一連串 那麼多的暗勇和鬥爭 或者是政府給同路人攻擊 如果你說反中聯 說我一句你願無倫恥 剛才提過CY保留也有支持 甚至阿范太也有支持 其實我們之前節目也有說過 其實三個候選人 可能不知道會否突然間 那三個都批了 可能有第四個突然間地下捐出來 其實會否都是在中共裏面 都有不同的agent 在背後支持他們 當然中共最後都可能會拍板 但是因為常委裏面 已經沒有人說是可以說了算 所以他拍板的過程都是比蝕慢 大家都有大家的人 其實在大陸他們都在鬥 要看到薄熙來 那一系的人都拼命在那裏 希望拿多點位 甚至在大致黨內部的分權裏面 都能夠獨自無頭 就是將習近平壓下來 所以其實這些鬥爭 其實最後來講是甚麼呢 就是共產黨對這個統治 從他過去得到權力之後 享受這個特殊的待遇 到現在他拿了錢拿了權之後 可以政商勾結 錢權交易 轉化成為資本 當然是兩回事 因為如果轉化成資本 大家各眼神通賺錢 所以對他們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留意中共內部的政治 其實對香港未來政治發展 有一定影響 剛想起大家也知道 其實來選委會選舉上有九個月時間 其實昨天自己上了一個節目 其中一個嘉賓是欣姐 當然可能欣姐都會有一種想法 就是現在你會見到最近這幾天 就是廣東增城 增城其實有這個 用國內術語就叫做動亂 我們術語就是一些起事 一些上升 我不知道這些事件 第一發生在廣東 第二其實都差不多在胡溫 這個政權差不多權力 已經去到黃昏時 其實這些錯綜複雜 這些內部政治變化 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會影響到 究竟中央會否中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政策 或者更加打緊一些反對勢力 例如說世民團更加動多幾次 都有影響 我想全面打壓是不會的 因為全面打壓會會驚動到香港整個社會 以至到國際在香港的投資者 所以他們說非常之猛烈的打擊 他們慢慢收窄你的範圍 慢慢騷擾你 就是用這個拘捕的方法 令到你們的活動受到阻礙 或者受到他們的纏擾 如果全面這樣做 我覺得他基本上沒有能力 因為香港除非連傳媒的自由都沒有 當然傳媒現在有些自我審查 但是還未到一個程度 就是你可以因為傳媒不聽 你說這樣拘捕了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始終在香港不是一黨專政 是不會將政治犯拘捕了去 不會將這個二建制可以拘捕 整個這樣跟隨 好像1998年中國民主黨在各國省註冊 這樣還會拘捕了 現在香港這個就不可想像 所以他現在策劃的就是圍堵泛民主派瓦解 分化他 然後將他們泛民主派的發展局限 或者以致阻擋甚至壓抑 這一個就是長毛的分析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承襲以往 多元以來對民主派的一種偏見 邊緣化 甚至是將他作為一種政治裝飾 基本上就跟人說 其實我們對民主黨民主派 沒有動他 但他的活動空間 或者他在整個建制體制裏 基本上只是一個反罪的聲音 但其實對於這個政策制定 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其實你看觀察王江雅到今日來講 他第一次來所謂李珊 如果他是管江屋 他第一次來港澳看 他仍堅持一件事就是 無視基本法裏面的條文 因為你來見甚麼人都可以 你不見立法會議員就不行 你當立法會議員是一名的 是不行的 就是因為你看本基本法 有誰寫了某個社團或某個階級 是有憲制地位的 立法會有的 他現在仍然說 我沒有所謂的 我下次先吧 就算請立法會議員 都是請四十幾個考慮名目 專門找一些委員會的額頭來見 因為很多委員會其實都不是 泛民主派的人進去做 有 泛民主派都有 少部份 他們大家談回來 我們一定不會再做 所以其實你看到 他似乎到今日來講 我都覺得立法會在基本法裏面 有憲制地位的一個 這個權力機關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地位 其實有人會這樣說 昨天節目裏面都有說到 其實以前的廖輝 都當立法會好像生意一樣 完全不見 完全不接觸 已經有進步 不是 曾慶雄是 曾慶雄全都見我們 我有去香港 所以我又去示威 所以自容那次之後他就不請了 甚至看黃剛硬衣的日子在香港 基本上有示威就躲後門 捐後門走 甚至跟市民會面 跟青年會面 全部基本上是一場很垃圾的戲 人又要選過 問題又要篩過等等 這些我想 你跟末代廣東比就不可以 末代廣東是一個政客 他在英國的國會競選中 他在香港經常要見市民 黃剛硬衣就不需要 所以 所以肥鵬當日的所謂政見會 即是你可以問他 是市民真的… 即是市民可以申請張飛去 即是任你 現在你黃公下連這個風度都沒有 又要選所有人 要篩所有的問題 其實無論是在柴灣的所謂政令中心 以至在天水圍都是整定的 隔夜燒賣都要整定的 隔夜發霧燒賣 即是每個人都見金錢 最好聽他説 聽他説很無謂的事情 即是很不知他説什麼 是年輕人要不要懶惰 要抵得想 即是他説什麼 最重要是我們回大學 你們不清楚內地發展 即是回大學實習等等 當然這些其實不要浪費地址 無時間在那裏再説 但昨天有件事 即是都會發現到 就是這個真是講卿姐 我不知道卿姐有沒有看這個節目 有沒有勇氣看這個節目 會不會看完之後 情緒血壓會波動 很印象的就是 卿姐仍然都那種心態就是 你為什麼下來不見泛民主派 你是不是當我沒有道 經常有一個心態就是 我們有選民的選票 你下來為什麼不見我們 那種心態就是 我們這麼重要為什麼不見 經常都會覺得 一件事就是 希望中央能夠有一天突然間 明察秋毫 突然間這樣一聲 然後下來跟我們直接交談 會面溝通等等這種心態 所以你看到法民主派的龍頭 民主黨就沒有抗議 公民黨也沒有抗議 就是希望在酒會上能夠見到黃光鴨跟他講一些話 我覺得作為議員可以這樣做 但你作為政黨你沒有表示給他 這件事其實社民連本身在外面酒店內 示範各種事情 雖然未必接觸到黃光鴨 但我想很大程度上都給他一些 很簡單 第一表達我們意見反映了很大部分 其實這是香港很正常 這些所謂示威 黃光鴨就非常之受到保護 被保護 他就反方向行車 即是說原本就應該 是在軍烏酒店的西行車道轉進來 他就不是 他就在東行車道突然轉進來 所以我經常覺得你下來其實很擾民 又要演戲 又要浪費時間 又要瘋路 我絕對不會覺得是示威者 所以現在他就用了一個新方法 現在香港就是 用了這個大陸的中宣部的方法 就是你要片我拍給你 大家有否留意 在電視台的片是沒有聲音 即是黃光鴨跟曾鴨打手 因為我在那裡喊口號 不停地喊 那個口號聲很大 如果有聲音就一定會聽到 我知道你把聲音 不要緊 你擺放Youtube版 把你的聲音鍵上去 基本上別人就可以 把原片回復真貌 他就是很奇怪 就是沒有聲音 就是這樣 然後說這個是不是瘋狂壞了 其實是 某程度上專門把聲音蓋了 蓋了或是沒有 即是沒有聲音 你看到整個觀察就是 黃光鴨希望 不要 他下來不要像胡錦濤那樣 就是公開跟李嘉誠依陋 他都是想避免這件事 很明顯我們看不到那些鏡頭 黃光鴨跟李嘉誠在那裡依陋陋 就快點跟郭炳商我們多些 其實這也是一個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是想 主要的形象就是他們 黃光鴨不是親任何一個財團 就是這樣 老實說如果他高手說 其實要見有甚麼難度 即是無論他專門去某個地方見 或者他在某個地方一起見 所以我想很大程度上 很多人會視今次黃光鴨來香港 其實當然可能第一次下來認識一下 或者叫做Orientation 即是形身形 究竟香港是一個甚麼地方 因為 至少你不下來 其實你完全不知道 究竟當地的人 或者 你由下來碰到香港土地那一刻 和不同的人的互動 所謂的安排 如果假設他是一個正常的外交官 當然其實他都容許說 你有些懲罰是演戲 或者做得很好看 不要弄髒我訪問 但其實他有沒有一種智慧 去到心中有獸 究竟現在香港的局勢會是怎樣 或者甚至那三位疑似候選人 究竟是甚麼質地 甚麼方式 我覺得其實他沒有說到香港的問題 即是沒有很準確的 因為他都怕哪些 他的問題就是他說邊緣化 他說香港不怕被人邊緣化 其實香港是否被人邊緣化 只不過是眾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 邊緣化的意思就是 給大陸或者周邊地區邊緣化 我想很清楚就是大陸的商約城市 例如深圳或者廣東省上海 這個問題是他沒有說內部矛盾 當然你說邊緣化本身 如果你說從一個批判角度去看 究竟會不會是一些擁有資源的人 他希望透過邊緣化合理 他繼續對資源掠奪的行為 我好聽的叫做經濟發展 在這裏投資 但實際上把資源的財富再進一步 集中在一些有權勢的人手上 我想大家其實這方面都很清楚 所以邊緣不邊緣化背後 究竟有否一個很有意義的意義 他只是說邊緣化沒有意思 其實有另一個邊緣化就是 香港有三四百萬人被邊緣化了 在經濟裏面 不只是香港和其他周邊的城市的交易關係 我都賣不起樓都被邊緣化了 難道我自己賺不夠十萬元一個月嗎 黃光說的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那個問題他沒有解答清楚的就是 香港邊緣化是怎樣來的呢 香港邊緣化就是因為我們被人邊緣化 大部份的港人被人邊緣化 被自己社會裏面的權貴邊緣化了 你的經濟只是集中在一兩行那裏 曾經說六大陷家產業 那你哪裏有呢 全部都說了 最後都是拿地 拿地 地產 甚至內地自己本身社會都有邊緣化 譬如說藥西社群 農民工等等 所以真誠本身這個喜事本身都是社會 你看到的非常嚴重 你看到民工在廣東省 潮州打了上來又是四川民工 曾成打了上來又是四川民工 其實如果內陸的農村問題 但是三陸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話 即是說這些農民工 他本身好像我以前說過 他可能是抗爭的 即是帶頭抗爭或骨幹 因為他已經不是純粹一個 在這裏種地的農民 他已經是在城市裏面生活過 我亦都經歷過這個工廠的勢力 甚至若你補風長毛的說法 其實根本這裏農民 一離開了他住的地方 去到城市打工 第一 就算他回農村 究竟做些甚麼呢 難道再耕田 也很多研究都會發現 他家裏的人都叫他 你不要回來或者你回來不要耕田 請你回到城市工作 他根本是回不了頭 這是其一 第二件事其實是 剛剛你說到所謂邊緣化 作為講邊緣化的人說 與權背後 會不會是用邊緣化 合理他那種對資源的掠奪 或者資源集中在某一幫人身上 這一種做法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在於大陸的三樓問題 解決不了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個問題 類似在文革的時候 的資稱插隊 當然 民工本身回到本土 他有親人的 跟這個 六十年代的資稱插隊 未必同 因為有些人不認識別人 就去了一個不陌生的地方 如果回到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跟你說是一樣的 因為 對於很多農民來講 你已經是外面的人 你回來 令到這個三樓的問題更加大 因為多了人在這裏的時候 那個經濟更加大 或者對於他們在有限的土地之下 能夠取得更多的東西就是難 所以其實這會產生一個矛盾 就是如果這個農民工回到他自己的故鄉 或者城市的時候 如果不能夠在社會階梯的流動上 就變成一個互鬥 即是大家搶飯吃的局面 剛剛阿祥妹講到邊緣化 浪費了一點時間 我拿了一段新聞稿 大家聽完之後 究竟你不理解甚麼是邊緣化 究竟黃光亞所說 香港不會因為內地化之前 邊緣化的背後 整個廣話背後 究竟有沒有所謂意義 他是這樣說的 好了 正在香港進行訪問的黃光亞13號 出席香港社會國界五參會時候表示 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特殊區位優勢 他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是其他地方難以取代的 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 在國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調整經濟結構的過程中 香港將會獲得更大的相機 包括廣澳在內的大珠三角地區 擁有原備的產業啟制 龐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 是極具潛力的人才和創新基地 堪稱全球最具競爭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 在很長時期內 在內地繼續深化改革開放 和加快轉變經濟方式的過程和歷史進程 香港將會併一個不可或缺當仁不潤的角色 當然香港不會變成反圍 香港其實在內地的發展 甚至它很強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應該跟朱三角進一步融合 或者進一步背靠內地這個說法 但如果大家都很清楚 究竟內地省份 願意與香港融合 其實如果大家看開早期 向左翁網站我們也有討論過 就是第一 內地視香港是一個夥伴還是一個競爭對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香港基本上 這十多年以來 香港很多的工業 甚至很多需要的活動已經不移 甚至在內地設置了自己的辦公室 自己的總部 即這些總部 連香港一些行政管理人員都不需要 都嫌你貴了 即是認識很多人 其實就是四十多歲 在內地設置後 竟然被人事朝炒險 回來香港沒有事做 中年失業很慘 所以很大程度上 究竟內地有沒有需要 真的要立香港 甚至是否國家間 一個香港來 沒有辦法 近了去 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講到 香港與內地的融合 你就要問甚麼融合 如果香港是 以金融地產為主要的業務的話 那兩段內地融合 就即是變成為內地的資金溫出路 這是很簡單 即是一個金融中心 或是一個消費的城市 度假城市也好 即是中止衡品 山仔城市 即是中止給服務 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要這樣做 香港窮人走去哪裏 這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香港窮人被人邊緣貨 我剛才說了 邊緣貨是否走回大陸 十年前董先生說 香港住不起就回大陸 現在曾任權就叫你住去邊境 其實再過一點就是大陸 問題就是 這是在全世界 深圳通貴 都會出現的過程 就是一個人口流動的過程 沒有錢的人向這個較為便宜的地方去住 或者沒有失業的人就去一個有就業的地方去住 這個過程是人迷地打擋了 因為除了現在還有機會回大陸做事的人之外 其餘的窮人回大陸是沒得做的 第一他未必做到事 第二他未必做事 就是半退休的生活 或者拿出份縱緩 或者退休金在過活的時候 現在已經很難 而且他不能夠落戶 有很多事不方便 看醫生各樣東西都不方便 剛才長榮說過 十年前說法就是沒有錢回大陸 深圳住你買不買得起 或租不去深圳的樓宇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你回大陸做了些甚麼 找些甚麼做 難道吹水甚麼 第三件事 如果有些朋友在內地 有些長輩在內地定居 可能已經有一個趨勢 就是他們因為頂不上內地高通脹 或者他自己微博退休金 或者養老金 所以你十年前說廢話 現在真的變成廢話 所以黃江雅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不想邊緣化 你配合大陸的發展 只是劇情這樣 還有要支持特首做好香港的大文章 這個說法根本沒有意思 沒有新意 做好大文章 那文章是甚麼呢 他沒有說到 就等於他去回應記者問鐵三角的問題一樣 即是刮吳康不是一包 甚麼鐵三角 現在言之上早 甚麼鐵三角 誰是鐵三角都不知道 其實也很肯酸 我覺得 一個未來在香港舉行的選舉 有22萬個選民 會選1200人出來投票 既然現在要問黃江雅 怎樣看的 即是這個選舉 即是五個人肯酸 吳康民肯酸 黃江雅肯酸 那三個疑似 鐵三個都很肯酸 你不好意思 我還未把光環帶到你 你自己繼續唯唯唯拆拆拆拆 對香港人來說很可悲 他們三個人的行為很可笑 如果說了三個人的 可能有第四個 如果說人家對他們的觀感 就非常可憐 二皇帝到這樣 要問黃江雅怎樣看 我覺得整個問題就是 這個亦都是民主黨在去年 潛了成下盟之後的一個必然發展 是否看到民主黨 現在有甚麼好說 我也不知道有甚麼好說 何俊仁在某些院校 都有說路徑依賴理論 我幾集之前也有說過 透過路徑依賴理論 合理化 問題是路徑依賴理論 是你以前的路徑 因為是別人以前的路徑 很大程度後來我看路徑依賴本身 從一個政治發展的角度 但整個政治不單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或不同階段 其實階段裏面不同參與者 不同力量本身的一些互動 甚至就是過程裏面 它產生了一些新的價值觀 新的一些對政治的看法 各樣東西 其實反而更加令到未來的政治發展 第一不能夠再用一種階段性的形式去演繹 第二就是其實很大程度上 因為在現在這個世代 有新的科技互聯網 將政治這件事 你説是低俗化也好 無論是吃住花生等看電影 或者是剛剛今天在網上 在網上終於有高登 用高登的一些語言 寫了十二張神獸卡 很多時就是說 用恥笑一些低智能的人 作為恥笑政治人物 或是你上次國家領導下 十二神獸是甚麼 十二神獸 大家在網上慢慢在FB上分享一下 很明顯就是說 你網絡文化背後 你將路徑依賴 但是那個理論 作為一種挑戰原因 就是我們不是看到過程 而過程裏面 不同參與者本身的價值觀 對政治的看法 路徑意大理論是80年代民主化運動的描述 由東歐至亞洲不由自主 那些專制者是要 因為他自己受到的壓力和他的需要 他不由自主地依附了 改革一步一步去做 其實這個不能夠 是說很簡單地總結出來的 這是很明顯的 好 所以我想大家對於香港的政局發展 當然跟著有這個區議會選舉 11月 然後有特首選舉 甚至是明年秋季的立法會選舉等等 當然在這個節目裡很多次都說過 等於這幾天之前都談回 究竟現在香港有多少個政黨 有多少個政權 其實可能今天我回答的數目 跟幾天之後回答的數目 都可能不一樣 但無論如何都好 香港本身的政治光譜 其實整個問題就是要回應兩個問題 兩個問題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回應在全球化的過程裡 中國累積了的資本去加入了全球化的剝削 尤其是他有一部份的資本在華南和香港會約 你不能夠回應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那個選舉就無法回應兩地都出現的 同一個問題就是在一個專制 或者一個次專制的政權底下 產生的貧富懸殊 和群帶金融主義 群帶資本主義的問題 你一個政黨連這個問題都解答不到的時候 你拿一百席都沒有用 甚至我們會說其實就算他能夠拿出所謂的議席 但如果以他那種價值觀的心態 會否將他成為他們一部份 這就是路徑意大利論 他們已經承認了中國的改革方向正確 只不過是沒有民主 其實這就是路徑意大利論的反算 就是中共已經迫使了香港的反對派 是承認了中共參加全球化的剝削 第二就是香港要參與全球化的剝削 第三是香港經濟前途 是要依賴中共的官僚資本來香港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說 路徑意大利論是他們中的招 不是別人中的招 你跟他們在談 到底普選在談的時候 其實你本身已經投空了自己 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的政治展望 為一個必須要的社會和經濟的分析 這就是所謂路徑意大利論的背論 因為我見到其實節目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將來有機會繼續從一個理論角度 甚至請一些相關的學者上來 討論這個話題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下次再見 I Read I Read 是什麼理?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 以及正確的一張提電子文明 今次的報告 以這個成員と余命提搭 對,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